今天我们说的啊,就是留给大家一个作业是吧,留了一个作业就是做一个什么呢,滑动的这个,呃,这个什么呢,选项卡吧,滑动的选项卡啊,好,我们把这个拿过来啊,大家这个作业有没有做啊,做了吧,做了之后啊,好,我们来看一下啊,这个的话把它拿过来啊,这个什么呢,呃,不是这个啊, 三天这个选项卡是吧,把它拿过来啊,这个是,好,这个滑动选项卡是吧,啊,好,这个滑动选项卡的话,我们来看一下啊,那么的话,我们是在什么样呢,需要在这个上面进行改造, 啊,改造一下啊,看一下啊,那么昨天这个选项卡的话是这样子了,是吧,那么默认的这个选项卡是什么呢,就是,这个有一块是显示的是吧,其他两块是在下面,但是它隐藏起来啊,隐藏起来怎么样,就不占空间吧,不占空间啊,现在我们要做什么效果呢,就是要做什么呢,点击这个第二个是,第二块是什么呢,是滑动过来的,是这样的啊,滑动过来的啊,好,好,这个的话应该是,既然是没有拿过来啊, 这个,这个Jekory没拿过来啊,把Jekory拿过来,好,再来看一下啊,好,刷新一下,是吧,那么这个是这样子,是吧,好,现在我们要做滑动了,是吧,做滑动之后,我们就改一下布局,啊,改一下布局,是吧,怎么呢,把第一块放这里,把第二块放在右边,是吧, 把第三块也放在这里,是这样的啊,啊,所以说这个效果的话,如果说我们不学这个布局,完全学Jekory,我们是不是做不出来啊,是不是说,所以说你这个还需要Jekory,还是功底吧,是吧,这样的啊,你看一下啊,那么我们来改一下这个布局,是吧,改一下这个布局的话,那么应该是,下面这三个DIV,是吧,应该都是显示的,是吧,都是显示的啊, 好,那么这三个DIV的话,应该是怎么样呢,而且他们怎么样,而且他们还怎么样,还没有特殊的,是吧,样式吧,好,那么这个,再看一下啊,这个CON,是吧,好,来看一下啊,这三个,是吧,这三个的话,那么它的样式是,应该是什么呢,这是宽,宽500,是吧,高300,然后怎么样呢,整体应该是,哪一个什么呢,整体应该是,都是显示的,是吧, 是吧,整体都是显示,然后来个Float吧,来个Float,是吧,Float,来个Left,吧,Float,Left,啊,好,Float,Left的话,来看一下,那么的话,它应该是浮动的是吧,这么一样的是吧,好,这么一样之后,那么的话,我们就把这个什么呢,外面这个容器啊,好,外面这个的话,给多一点,是吧,给多一点啊,好,给多一点,那么应该是,这个是吧,整体的应该是, 整体的话,我们应该是整体洞,是吧,整体洞的话,最好是什么,整体给一个DIV,然后这个DIV什么,来切割它,是不是这样的啊,外面这个包裹的来切割它啊,好,那么我们可以这样子是吧,外面再给个DIV,是吧,这个DIV的话是什么呢,给一个什么呢,这个,这个是什么,slider是吧,这么啊,把它包起来是吧,好,把它包起来啊,包起来的话,这里面这三个,是吧,这样子的啊, 好,然后的话,这个sliders应该是什么呢,给它一个样式,是吧,sliders,那么这个 好,con.DIV啊,那么这个时候不能这么写了啊,这个是con,然后是点sliders里面的DIV,是不是这样的啊,要不然的话,这个指定不明,是吧, 他如果是con里面DIV,又指它,又指它,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写两个啊,好,con,然后sliders里面的DIV啊,好 好,那么这个sliders是不是要写一下样式啊,是吧,好,这个点sliders啊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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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liders它的宽应该是什么呢,多宽一点吧,应该是1500吧, 应该包含它们三个吧,是吧,好,1500PX,是吧,好,高度的话是什么,300吧,300PX啊,这个的话才可以放下什么呢,放下这三个DIV吧,啊,看一下啊,好,再来刷新一下,是吧,那么这个sliders是不是放下了,是吧,放下这三个DIV了啊,好,接着外面这个DIV,外面这个con是不是做一个切割啊,做个切割啊,切割的话,这外面这个什么,con应该给个尺寸给它吧, 给个尺寸它才可以切割吧,要不然它就被什么呢,被整体的应该支撑大啊,好,con给一个尺寸是吧,好,那么的话我们可以这么写啊,con啊,把这个都写到上面去吧,是吧,这个sliders是吧, 这是sliders的样式,然后这个是con的样式,是吧,cons的样式应该是宽度是什么呢,宽度是500,是吧,宽500PX啊,高也是300,300PX,是不是这样的啊,好,然后的话怎么样呢,来个什么呢,切割吧,啊,这样写的话应该是什么呢,还是,它还是溢出的吧,还是溢出的,不管它是吧, 那么再拿一个overflow hidden,是吧,overflow hidden的话,就把什么呢,后面两个给切掉了,是吧,好,再刷新一下,是吧,是把这两个切掉了,切掉了啊,切掉了啊,切掉之后,接着我们要做这个,这个slider的它的这个动画吧, 做了动画实际上是做它的什么呢,这个可以做它的left的动画,是吧,你既然做left的动画的话,这个里面这个是不是得定位啊,是吧,如果你不定位的话,你设置它的left是没效果的,是吧,没效果的啊,所以说的话,这个con解什么呢,它的position得拿一个relative吧,是吧,然后的话,这个slider的position,什么,拿一个absolute吧, absolute,是吧,好,然后它的left给它一个0,是吧,left给它一个0,top先给它一个0,是吧,0啊,好,这样的话怎么样呢,就可以做它的动画就行了,是吧,做了动画啊,好,做了动画怎么做呢,我们来看一下啊,刷新一下,是吧,刷新之后,然后我们来, 来,啊,这么看,是吧,我们就是也要做它这个slider,它的left动画就行了,是吧,这个slider,是吧,slider的话,我调它的left值是不是就可以了,是吧,比如说这个left值是不是就可以把第二个移过来了,是吧,啊,这个值是移得太慢了,是吧, 这是第二个啊,是吧,第二个啊, 好,这个动画的原理就是这样的,就改变它的left值,是这样的啊,改变它的left值啊,好,那么接着我们来改造,这个样式改造完了之后,接着来改造GS吧,是吧,改造GS啊,好,GS的话,这个时候,点击的时候啊,点击这个时候就不是说,要做这个筛选了,是吧,啊,这个是要筛选一下,是吧, 筛选之后,然后下面这句就不对了,是吧,下面这句就不是说切换一个显示,另外一个,另外两个不显示,是吧,是把当前的这个slider怎么样呢,把这个sliderleft值变一下,是吧,把它值变一下就行了,是吧,好,那么的话,怎么变呢,就是我先要把这个,把它获取到,是吧,把它获取到,啊,好,获取到之后,那么就是,我需要获取slider就行了,是吧,那么这个地方是slider吧,假如说这个是slider,是吧, slider是等于这个,C-O-N-S里面的这个slider,是吧,S里面sliders啊,点slide,sliders,是不是啊,跟样式是不是一样写啊,跟样式一样写啊,好,获取到它,是吧, 后来之后,然后它点击的时候,它自己的状态变了,是吧,它自己的状态变了,啊,然后的话是什么呢,就是这个,是吧,就是dollar什么slider,是吧, dollarslider,是,它的什么呢,好,先用样式来做吧,啊,样式来做啊,比如说是css,是吧,css,然后是什么呢,left吧,left啊,它的left应该是什么呢,啊,left啊,多少呢,left多少,是吧, 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,就是,第一个啊,第一个,如果是第一个在这里的话,这个left值是0吧,第二个在这里是left值是多少, 负500吧,它从左边走吧,负500啊,好,第三个的话是负1000吧,负1000啊,那么就是怎么呢,就是这个什么呢, 负的500,是吧,负的500,然后乘以一个什么呢,乘以一个这个的索引值吧, 是不是这个,是不是就乘以这个索引值就行了,这个第一个的时候,它就是等于,它的索引值就等于0吧, 第二个的时候,它的索引值等于1吧,第三个的时候,索引值等于2吧,就刚好吧,是吧, 那就是乘以这个dollarz的index,index啊,没有off啊,index,是不是这样子呢,好,这样子的,是吧,好,这样子的,我们再来看一下,这个是不是可以,是吧, 这个,这个双击下啊,好,这个双击下之后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可不可以啊,点击这个,就可以了,是吧,这是第三个啊,第二个,第一个,是吧, 这个是什么呢,通过CSS,什么,就是瞬间的把它样式扭过来,是这样的啊,瞬间扭过来啊,好,那么的话,接下来我们来做这个什么,动画,是吧, 要做动画的话,怎么样,把这个CSS改成这个什么呢,改成animate,是不是就可以了,animate啊,animate啊,animate,是不是可以了,可以了啊,好,来看一下啊,好,我再来刷新一下, 那么这个什么,点第二个,是吧,是这样子啊,点第三个,是吧,好,点第二个啊,好,再点, 好,我反复点是不是会出问题啊,看见没有,是吧,点快点,是吧,点快点是不是会出问题啊,是吧, 加一个stop就可以了吧,是吧,加一个stop啊,好,加一个什么呢,这个stop,是吧, 好,这样子是吧,基本上可以啊,好,这样子是吧,基本上可以了啊, 好,这个按钮上面有这个什么呢,这个什么,这个这个这个, 这个蓝色的框,是吧,啊,蓝色的框,我们看能把它去掉,是吧, 这个设一个outline,是吧,outline啊,这个outline,啊,outline给它来一个lamp,是吧, 看一下啊,好,这个看一下啊,刷新一下,是吧,那么这个就没蓝色的框了吧, 好,这样子啊,好,这个效果应该,整体来说应该不是什么,不是太麻烦,是吧, 主要是什么呢,我们的这个样式要写好吧,我们的布局要写好,是吧, 布局要提前想好,布局要做好的话怎么样呢,是不是建议是就好写一点的, 啊,所以说对布局要清楚吧,所以说这个例子的话, 如果说你没有一定的这个布局的基础的话,可能还不好做,是吧, 是不好做啊,你不知道定位怎么做,是吧, 不知道这个什么,这个这个隐藏一个什么切割这些东西, overflow这些属性,是吧,你是做不出来啊, 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呢,这是一个综合的例子,是吧,综合的例子啊,好。